对不起 对不起 从5月到9月现在应该消失了4个月了 哎呦好久啊 所以这段时间非常关心我挂念我 想念我的朋友 我要在这里对你们说一声对不起 然后现在呢我就回来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我的一个回归的视频 它也是讲述一下我这段时间是怎么 怎么走出来 怎么算是阶段性的战胜并魔的一个总结 希望也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启发 带来一些快乐 我现在在的地方是交大敏昊校区 为什么会来这里呢 那是因为现在正值中秋佳节 学生们都放假了 所以校园会非常的空 然后就过来了 没想到的是 啊看到没有什么人都有 全是小孩 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开始这个我今天故事的分享吧 感觉BBC主持人来了 嗯这样就不像 我得了一个病叫做躁郁症 之前我一直没有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就是 我是怎么被确诊这种躁郁症 会沉重吗你觉得 要不第一个还是找个地方坐着 海街啊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情 我已经完全OK了 我希望大家听到的时候也觉得没什么 这个事情还要说到 那个好几个月之前 那个时候智郎刚刚发售 智郎是3月8号发售的吧 那就应该是妇女节后面几天 是吧 智郎是3月8号还是3月 后面一点 后面一点 3月22 对的 3月22号之后几天 因为那个时候是智郎这个游戏 坑爹的游戏发售的时候 我之前承诺过大家一定会发一个智郎的视频 但是我没有做到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智郎这个游戏 就是我要做视频然后就去玩这个游戏 但是那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可能已经是一个生病的状态了 有一个精英怪 小精英怪怎么也过不去 然后突然就很生气很生气 但是我当时整个人都是就是已经不加思考的 我没有在管手上的操作是什么样 我没有管战术是什么样的 就什么都不管了 就只是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我要杀了这个精英怪 然后我这个很愤怒很愤怒的状态持续了有快十个小时 中间一边很生气 但一边又非常的质疑自己 在脑海里面飞快的过了 类似于我怎么这么没有用 我好像一事无成 我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办不到 我似乎很笨的样子 这样的念头一直在冲击着我 让我非常的生气 然后又很气馁 大概是过了这样一直打一直打打了快十个小时的时候 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就一个很不好的念头出现了 那个时候我就去厨房拿里把刀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拿里把刀 对着自己的那个左手的手腕 我就看着看着那 当时我想到了好几件事情 当然大家也看到了 我最后一点也没有划过 先放心 那时候我想到的事情是 我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抑郁症的患者会想要选择割腕 那时候我发现 我没有办法让我生气的气馁的状态停下来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然后巨大的痛苦在我的脑子当中 我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 太疼了 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想伤害自己 就是用肉体的伤害 产生分泌出来的多巴胺 去解决我精神上的那种痛苦 就这是当时唯一能想到的事情 但是我又知道我自己本质上是不想死的 他想要肉体上的疼痛 他想要一次一次肉体上的疼痛 慢慢地逼近死亡 但最开始最最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不会想不是真的要死的 所以割腕他这个死去的过程非常的缓慢嘛 又有疼痛 然后还不一定死的了 所以很多人都会想到这个方法 这是其中一点 这是我想到的其中一点 但是同时就很幸运的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正好怒火就一下子消了 可能是因为我当时 飞跨了又过了一个念头 就是我靠我这把刀 怎么这么顿啊 我只要滑下去的话 那个铁锈会不会到我的手腕里 突然想到又很搞笑的这样一件事情 突然就不想不想不想割了 其实那时候还想到一件事情 因为就在这个学校里面 就是有一个校友 同一届的校友 抑郁症 然后他选择了跳楼 然后就去世了 但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就是他跳下去了以后 没有马上离开 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在手术台上他还是 他还是清醒的 但是他受的伤太重了 他没有办法撑过来 他那时候在手术台上就说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又沉重了 但这个时候我们要来个转折 这几个事情就告诉我 比如说抑郁症的患者 他是不想死的 他最开始不想死 他最终的最终也不会想死 想死的念头只会出现 他在他可能病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所以我希望没有这个病的人 可以谅解和包容 得病的人过程中想死的状态和最后 并不想死的事实 也希望沉浸在痛苦当中的人 可以把自己并不想死这个事情 作为一个大前提 印在自己的脑子当中 时刻的记得和提醒自己 你最终的最终和最开始的最开始 都是不想死的 好嘞 这还挺正能量的吧 走 长者之术 我就很想说我们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就是要承认 可能是你自己做过的错事 要承认自己受到过的伤害 要承认自己的本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就不逃避了 接受了 才可以有下面一步 就是做出改变 其实我做这几个视频 做这个系列 对我自己来说是有一个很大的作用的 我把这些 可以说是很隐私的事情 公开地告诉了所有的人 这就意味着 我没有办法逃避了 所有人都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是我逼迫自己承认的一个手段 挺狠的 我也不是很建议大家都用这样的方法 我比较建议是 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你觉得难以启齿的事情 一个一个的分享给你信任的人 这样会好一些 我为了改掉或者说修正一些我以前 对我自己很不满意 然后看我自己很不顺眼的地方 我会开始做一些我原来不爱做的事情 就是我真的很讨厌的事情 其实做饭就是一个 我是很讨厌做饭 但是我也开始尝试做饭 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我专挑那种我不爱做的事情做 然后发现 其实也没有那么令人讨厌 还是有它的乐趣的 然后这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就可以让我有做更大的改变的一个动力 说一下我的改变吧 我当时候说过嘛 我是共情能力崩塌了 跟泄洪一样 那时候就是 我能够看到别人的痛苦 我还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 我感受的同时还把自己映射在他们身上 把这份痛苦里面又加上了自己的痛苦 所以那个痛苦一遍一遍的 每天每天的出现 让我完全没有办法承受 现在的话我依然可以感受 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感受 哎呀 你看这小朋友多欢乐呀 无忧无虑 我还是能够感受到别人的感受 但是呢我已经不会卷入自己了 所以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 我现在多了一个新技能 嘿嘿 我算一个这个心理方面的江湖郎中吧 我现在偷偷开始接受我的朋友们 预约我的咨询 现在我的顾客越来越多了 然后我现在开始考虑要收费了 我定在多少钱一个小时比较好 我们老说现在现代人 哪有哪有几个心里没毛病的 哪有几个没有点抑郁的 是这样 但是因为大家程度的程度非常不同 不是所有人感觉不舒服了以后 都会选择去看医生的嘛 他们程度没到 那怎么办呢 医生就来找我 我发现这件事情很有意义 就是可以帮到这些并没有真正的疾病 就生活中有一些烦恼的朋友 但是私信里面的话 其实大部分人是真的有相关的病的 我一般都是会直接推荐医生 这个帮助别人的过程 让我感到非常的快乐和满足 我没有卷入自己的情绪 就用了一些我从我自己一生身上学到的本事 可能就是久病成良医吧 所以呢我现在觉得这个系列的视频 我会修改一些方向 有的时候如果我自己的生活当中 出现了一些小的心得 小的感想或者小的事件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 我就会自己来做 自己来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 如果没有的话 我会看一些大家的来信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我会认认真真的当成一个案例 来尝试分析一下 分享给大家 希望可以帮到一些人吧 我觉得多少会有一些启发 对自己的人生 我就是拔剑之人 大师之剑 打狗棒法 我不是黄龙 我不会无垢 最近几天我就发现 我这几位这个客户啊 都给我传来了好消息 他们都有了一些真实的 就是真真切切的一些改变 这让我非常非常有成就感 特别好 很多人说 长大成人以后会变成自己 小时候最看不起的人 那我现在就很开心的告诉自己 我现在慢慢长成了我最想要的样子 我慢慢变成了我最想要成为的人 反正就是大家一起好好的活下去 快开心心快快乐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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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 这个鸡蛋挂饼呗 走走走走 后一生日吧 你看 今年我们学校见了一个麦当劳 我们之前我们学校不是老说要见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吗 我觉得这个麦当劳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到了到了 原来这家店当然这排都不会长成这样了 原来都是那种什么市容市貌整顿都要拆掉的那种店面 我这次回郊大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现在好像女生变得特别多了 以前我真的没有那么多的 路上都是男生骑单车带着男生啊 真的真的没有开玩笑 这个吃的不是灌饼 吃的是青春 吃的是惠意 没有啊 这还可以 可以来尝试一下 因为它的鸡蛋是灌进去的 所以跟其他饼上涂层蛋的 还是不太一样的感觉 还可以 我来做总结 我还在学校里哦 公交车站 学校因为后学校太大了 你要是光靠走的话 你会崩溃的 这段时间我看到评论区里面有人说 就是抑郁症的复发率是50% 对50%嘛 说你怎么知道你就不会复发呢 你怎么知道你这次一定是痊愈呢 你不担心吗之类的 这个问题我现在有一个答案 首先关于这个复发率 至少医生告诉我 这个复发率是远远高于50%的 比这个数字还要再高很多 但是我不担心 我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 我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会复发 事实在会再找上我 但是我现在知道 他来了以后我该怎么办 他来一次我打他一次 来一次我打他一次 最幸运的可能 就是也许我这次就已经把他打死了 也说不定 所以 不管怎么样 只要有办法去应付 我只要有办法解决就可以了 不用特别的害怕和担心 就我现在一切都好 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可以一切都好 有什么烦恼记得告诉我哦 拜拜 apo What 最近